各位主席 今天我的題目是 關注高溫天氣防疫作業重點民群 避免發生熱射病的悲劇 熱射病 數有高溫殺手之稱 指因為高溫引起的人體體溫調節功能失靈 體內的熱量過度積蓄 從而引發神經器官受損甚至死亡的疾病 該疾病通常發生在夏季高溫高濕的環境 據新聞媒體報道 內地江接匯和村譽等多個城市 已確診多宗熱射病 其中存在確診的病例為 穿著防控服在高溫不透氣的環境下工作的醫護人員 並且熱射病 確診的病例中已出現死亡的病例 6月18日 澳門突發新冠疫情 確診人數除之急劇增加 為盡快控制疫情 特區政府已完成超過10輪的大規模全民核酸 為實現動態清零 特區政府動力要大量的人力 除了義務工作者 很多公務員 醫護人員 從辦公室走上一線 穿著密不透風的防護服 開始超長時間不休息 不間斷的工作 保安部隊的工作時數 也從每週44小時 大幅增加至每週超過60小時 令人感動的是 在這班一線工作人員的不懈努力 和市民積極的配合之下 澳門制現了社會面清零 並恢復與內地的通關 但我們仍要警惕 這班新群奔波 是一線防疫的工作人員 正是發生熱射病的高危重點人群 澳門地球物理氣象局 曾經在7月24日 上午發出橙色高溫提示 並且在未來一段時間內 澳門最高的氣溫 將達至36攝氏度左右 室外的一線防疫的工作人員 在遭受外部氣溫的灼燒的同時 體內的散熱加上汗水的蒸發 共同形成的高溫高濕環境 正是熱射病的完美發病的環境 而熱射病所造成的 神經損害的損傷等嚴重的後果 是無法逆轉的 因此我們需要加以重視 我們不能忽視在這一班 一線防疫工作人員的 辛勤的付出 沒有了他們在前線的嚴防死守 是無法快速制止嚴峻的疫情 因此本人建議 特區政府不僅要及時補償 這一班堅守一線的公務人員 醫護人員和保安部隊人員 振奮士氣 給予他們信心和應得的補償 讓他們在未來 也能夠繼續更好地為民服務之外 環繞關注防疫工作人員的環境和工作需求 如科學合理的設置輪班的制度 保證他們得到充分的休息 同時應該及時保證足夠的 夏日後勤的物資 如在室外環境安裝風扇 制冷機等降溫的設備 為工作人員準備降溫飲品 幫助他們及時補充水分 最後本人再次強調 熱射病是一種十分空險 且無法治癒的疾病 不治療、不及時治療 都會留下後遺症、甚至喪命 即使積極治療 也可能留下各種嚴重影響 日常生活的後遺症 因此我們更加應該關注 再高溫天氣防疫作業的重點人群 避免他們發生熱射病的悲劇 多謝